像这样明明很虚 还需不受补的蛇像 教你一个绝招 仙耳沉丸再小青龙颗粒 最后用逍遥丸 一补就到位 还不上火 主宿 方式方面举其无力 体力跟不上 每天都很累 能躺着绝不站着 并且食欲很差 大便沾马桶 晚上还失眠 多梦早醒 整个人虚得厉害 但是稍微用点儿八针丸 龟皮丸就上火 像他这样的蛇像 一眼看过去 舌头颜色淡白 齿痕虫 舌根凹陷 确实是气血两虚 皮肾不足 但是为何补气养血 还会须不受补呢 原因有三 一舌头上面的台 不但水滑而且白腻 说明啊 皮虚的时间长了 湿气太重 已经化为了 更加粘腻的弹湿 把气血通道堵住了 所以不要只会 加重弹湿而上火 二 再看舌头左右两边 都比较鼓胀 说明身体里的干气不通 干预气节 露堵了 那么 再好的药也吸收不进去 三 舌尖凹陷 说明新的阳气亏虚了 新阳就像太阳 新阳一虚 蒸化不了水师 湿气也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 像他这样的蛇像 如果想要补得进去 一定要先用 二尘玩画弹除湿 然后再小青龙颗粒 来补新阳 还要用逍遥 玩 疏干健脾 氧气血 才能有效果 小青龙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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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